塞尔索蒙泰罗富尔塔多 塞尔索蒙特朗佛塔多 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在发展和不发达 以及世界外围国家持续贫困等领域 他与劳尔普雷比识一起被认为 是经济结构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该经济学派在很大程度上与SIPO认同 SIPO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 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 取得了显著的地位 并寻求刺激经济发展